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最近的空瓶 那因为我下午要赶飞机 所以今天就是素颜 我就不露脸了 那现在开始 首先第一样是这个Oral 2的牙膏 它是薰草味道的这个牙膏 这个牙膏是薰草味道的 薰草薄草薄荷味道的 非常的好闻 然后它是比较温和的那种 就是比较低泡 在去年市就可以买到 非常的方便 然后我觉得它挺好用的 大家酝酿比较废 因为就是它比较低泡嘛 需要挤很多那样子 但是我有机会还是会回购的 下面是这个全面时代的 这个婴儿纯棉柔筋 我当时也是一下子买了很多 然后就是每次擦脸 用挺好用的 下面是这个ELF的这个眉笔 这个眉笔我之前在那个影片里面说过 我非常的不喜欢 它是那种辣感很重的那种眉笔 你看这边就是染到颜色嘛 然后它是挺黄的一个颜色 这个颜色我买的是natural brown 这个颜色 然后因为它头很粗嘛 就圆圆的这种 我就很不好画 然后最近我染眉也 不是纹眉也不需要用眉笔了 然后它就是已经被我摔成这个样子了 我就很不想用了 就想扔掉 下面是一个这个去尘式的化妆棉 它挺好用的 它是那种很薄的那种 然后也很大罐 然后也很便宜 我们经常是回购这样 然后它里面我放了几个小样 我记得 这两个是那个 新翠这个 永和三美人的化妆 海绵 被我用脏了这样 这里面有小样 我记得 这两个小样都是我准备回购的 因为用了很喜欢 这个是Oli Henriksen的那个眼霜 它是很清爽那种 完全不油腻 很好推开 我还挺喜欢的 然后这里是一个 The Body Shop的这个 维他命E的这个油 它是晚上使用的 我以前觉得油都是很油腻那种 但是今天夏天皮肤很干呢 用这个油 我觉得用的还挺喜欢的 很好吸收 保湿力也还不错 然后你也可以混到面霜来使用 这个油我还挺准备回购的 它是淡淡的玫瑰味的 很好味 然后下面是这个 自生堂新透白的这个 日乳 它是SPF18嘛 就是早间使用 它是很清爽那种质地 就已经 还可以挤出来一点 你看就是 非常的清爽 然后很好推 然后保湿率的我觉得是够的 至少在我的皮肤上 我觉得是非常的够的 然后它据说能不能白 我是觉得 不是特别的明显 就是它这一系列的美白 都是那种超级温和的 所以没有说那么的明显 然后是一个 必柔的这个卸妆水 它这个卸妆水是那种 怎么说呢 蛮滋润 但是也没有说太油腻 但是是属于滋润的 不是那种超级清爽那种 然后这一瓶就用得非常的快 可能用了一个月就用完了吧 它的卸妆能力 我觉得是还可以的 就是没有说 制豆啊或者什么的 然后这个我当时也是在 居然市好像是20块钱吧 搞活动的时候 买的很便宜 有机会 如果它还是在做活动的话 我还是会回购的 同样是卸妆 这个是一个 ES2的卸妆是纸巾 黄瓜味道的 这个在美国很有名 大街小店都有卖 就drugstore都有卖 然后它是那种 黄瓜味 是有种酸酸的 比较青色的那种黄瓜味 然后它的那个 我最喜欢的是 它那个纸巾 非常的柔软 就像毛巾一样那种 就感觉 特别的软 然后擦脸很舒服 卸妆能力来说 我觉得也是还可以 还蛮强的 就是中等水平 就是平均值的水平 也还不错 然后有机会的话会回购 因为旅游的时候 带这种卸妆wipes 实在是太方便了 平时的话我是不会用 花王的蒸汽眼罩 最喜欢的就是玫瑰味 每次坐飞机都要戴 然后是这个Boot Botanics 这个牌子的玫瑰水喷雾 然后这个我是在Alta买的 就是初五单的时候买的 还打折 可能是六七块钱 还蛮很便宜 然后它跟那个 Mario Badescu的玫瑰水喷雾 比起来呢 我觉得我更喜欢这个 因为这个更保湿一些 然后它 也是写的是百分之百有机的嘛 就是很天然的一个 然后在我脸上 是完全不会过敏的 就是很舒服 然后洗完脸擦干之后 喷一下 然后去刷牙什么的 非常的舒服 我是更喜欢这个 而且它这个喷头 比那款的喷头 更加的细腻 这款在国内 好像是蛮冷门的 没有什么人推荐 我看 这次去泰国 在Boot 其实我也没有看到 有卖这一款的 所以 嗯 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有机会买的话 我很推荐买这个 很好用的玫瑰水 然后是一个 博士轮的这个 洗眼液 非常的好用 常年回购 还有一个小罐的 博士轮的 它这两款是 虽然都是博士轮吧 它是不同的系列的 我是觉得说 都很好用 这两款 轮流回购 嗯 几款面膜 然后 这个Leaders的 这个美白面膜 我用了蛮多了 当时一下 在韩国就买了两盒 我现在有点后悔 因为它 我不是很喜欢 它是那种 纸张差不多 有点厚 然后 它的精华液 非常的黏腻 就是在我的脸上 我觉得有点太黏腻了 我比较喜欢水润感的 那种精华液 所以就一般 然后它的那个 美白效果 也是没有什么 美白效果 然后是 这 去神室的 这一系列的面膜 我都觉得挺好用的 透明质酸啊 什么青瓜 什么天丝面膜 颅绘的这个 我都觉得是挺好用的 然后它们之间的 这个区别 我也是说不上来 但它是那种 纸张非常的薄的 就是非常容易贴合脸型 也是很水润 很保湿的那种 一款这个 气垫 这个是欧莱雅的 美白的Lumi Cushion 我的色号是 W2 这款纸念我觉得 我本来在美国用的时候 我觉得挺不喜欢的 因为它首先 它孔非常的大 然后 孔非常的大 颜色 还很偏黑 还很发黄 然后就是感觉 哎呀不好意思 就是感觉整体吧 怎么说呢 我已经把 用的差不多了 就是整体 我就是觉得 容易暗沉 已经完全挤不出来了 从旁边挤一下 就是 整体我就是感觉 这款是非常的容易暗沉 然后 它的优点是比较轻薄 比较水润 然后上脸是 妆效很自然那种 但是在我的脸上 非常容易暗沉 就是很不喜欢 但是我回国呢 就变成干皮了嘛 就不怎么出油了 结果它在我的脸上 时钟下 我一下子就上来了 就是 还蛮不错 所以我感觉 这款应该干皮蛮喜欢的 然后我的色号是 W2是有点深 我觉得 然后这款的盒子 质量非常的不好 已经被我摔烂了 你看 不会回购 然后这个是一个 Neutrogena的防晒霜 是塗改液质地的 在上次视频里面 有说过就不多说了 它是很熏眼睛 所以不会回购 然后这一支是 FANCO的一个 去痘的一个水 这支是还太小支了 你看到没有 就是我从来没有看到 水这么小支 它是30毫升 经常液就算了 水做这么小支 真的是我使个 一个礼拜就使完了 而且还是省着使的那种 然后我当时在 美国的时候买的是 在一个日本的网站 只有网站 叫做 Ichipanko的 化妆品网站上面买的 然后它的价格 还是蛮实惠的 可能是二三十美金那样子 但实在是太小支了 就是新链比不高 然后什么效果都没有体验出来 那就已经用完了 它是那种无色无味的 就虽然瓶子是绿的 但液体是无色无味的 是属于很那个 药妆 日系药妆的感觉 但实在就是太小支了 效果就是没有 我觉得你要使十支才有效果 然后这个是 高露姐的牙膏 不多说了 挺温和的 这个是个六神的花露 不 六神的那个 沐浴露 当时我很脑残 当时我在超车里面看到 我说六神 我以为它是可以驱蚊的沐浴露 然后觉得当时自己 这人脑洞大开 但它是那种薄荷嘛 加干草 很清爽 夏天用的时候 有时候冰冰凉凉的 很舒服 然后我还挺喜欢的 这是国内国货嘛 然后这个是一个 Dr.Jar的这个 Beauty Bomb 然后 他们家的 其实Beauty Bomb很有名 但我这支是比较奇葩 它是Night version 就是夜晚用的 你说晚上用BB霜干嘛 然后它挤出来 就是这种 你看 它是带那种亮闪的那种 是不是很奇葩 然后涂完手上 其实它涂上去是透明的那样 有点油腻 我是觉得 然后就是很不喜欢嘛 当时我这个是在 Sephora的Play Box里面送的 我才说试一下 就非常的不喜欢 就我不知道晚上 涂BB霜到底是要干嘛 因为它也没有任何的润色 和修正皮肤的效果 就都没有 然后我要涂来闷洞嘛 真的是 我也不是很理解 这个是一个La Vanilla的Deodorant 我最爱的Deodorant 就是永远常年会购 然后是这个 气垫小屋的这个粉饼 我上次视频里面也说过了 就是 包装包的视频也说过了 它是还挺好用的 然后它是那种 遮瑕能力比较强 妆感稍微重一点那种 就是比较 跟一般的含妆的这个气垫 妆效不太一样 我是觉得它妆感比较重 所以你要少拍一点 然后我这支是小个的嘛 然后 它的这个粉铺太小了 有点不方便 然后还断了 所以我就想把它 就是扔掉了 这个ISK2的神仙水 这支人水当时我是用 从这样一半吧 开始用的是 因为当时我回国就长闭口 然后每次其实我回国 就是不适应都长闭口 然后我当时看我妈 她的神仙水没用完 我就赶紧把它抢来用了 然后用完之后 用到就是 差不多用了这么多的时候 我的闭口就已经全没了 然后我就很担心嘛 就想维稳一下 我就把它全用完了 然后用的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我真的是 一生推 ISK2的神仙水 至少在我的脸上 我在美国其实是混油皮 然后在 中国其实是混干皮 但是不管在哪个国家 对我的用处都是非常的好用 然后我就是用棉片擦 因为我懒得拍 然后就很好用嘛 而且很百搭搭什么乳液 我觉得都很好用 这是一个小样 一样是那个KELS 就是切尔士的这个 切尔士的这个 这个Ultra Face Cream 它是蛮那个保湿 然后又不是那么油腻的质地 非常的好用 然后我以后会买正装的 我这个是一个七毫升的小样 用了几天 就是晚上 我是当晚上用 然后我用它的时候 脸上会觉得 有一点刺痛的感觉 就是感觉是 真的是在补水那种感觉 这种刺痛感很快就会消失 然后皮肤就会感觉很水润 非常的喜欢 我肯定会够的 它是那种白色 也是无色无味的质地 就是要妆的那种感觉 然后 然后是这个 奥宝的这个三分钟 呃不是 这个是奥宝的一分钟具有 我是在国内的万宁 买的十几块钱 很便宜 但它是那种龟感比较重的 就涂上就是觉得很顺滑 但是洗完之后 就感觉那种顺滑感 不会持续太久 至少对头发是没有本质的这个改善的 同样是那个 十几块钱人民币的价格 我是更喜欢袋鼠的那款 就是奥宝的那款 嗯 三分钟奇迹发毛 我会更喜欢那款 那款的龟感 没有这么的重 它的味道是有点 稍微廉价一点的那个香味 也还不错了 嗯 反正我是觉得这款 没有那么的好用 嗯 它是很平价 没错 但是我觉得 是不是因为我就平常没有用护发素 就直接把它当护发素的这个原因 如果是用护发素之后再用它 不知道是不是更好用 然后是一个这个 李富全的这个喷雾 它是小支的 然后我这个实在 确实是25块钱 还是多少钱换购的 还挺好用的 它是那个喷头超级的 超级的细的这种 你可以看到吗 它的喷头是有缓冲的那种 就是喷出来真的是mist 就是雾一样的那种感觉 非常的好用 这个在美国是不是蛮便宜的 我回去就想回购大支的 嗯 这个是一个资商堂的这个洗面奶 它是那种liquid 就是foaming liquid嘛 就是比较稀的那种 像液体一样的 有点像洗手液的那种感觉 它起泡 但是泡沫并不是那种绵密的泡沫 是稍微稀一点的泡沫 也还可以 清洁绿度也还不错 它是那种 造感比较重的洗面奶 就是洗完之后 不知道干皮会不会觉得干 我是觉得还可以 嗯 就是这款 然后这款挺冷门的 我当时是在Marshall's特价的时候买的 才10美金 就很便宜 然后是这一个系列的铝 的这个系列的 我刚从浴室拿出来 所以它有点湿 不好意思 然后它是一个这个红瓶的嘛 就是shampoo跟conditioner 都挺好用的 确实是买的 还挺小贵 我是觉得80多块钱吧 然后它是那个 怎么说呢 洗发乳的感觉 比护发素好用 洗发乳是那种很滋润的嘛 那种黄色的那种 液体的质地 然后护发素是白色的 没有那么滋润 就是当时我 本来是想回购洗发乳 但是护发素张网也是说 配套试一下 因为没用过护发素 就用了之后还蛮失望的 反正这两款 我是更推荐它的洗发乳 如果是韩国买的话 很便宜的话 就一定要买 这个是一个 这个Sanbomb 这个牌子的 防晒喷雾 然后买的是SPF30 因为SPF50 是当时断货的 就是一直买不到 就买了一个30的 平常日常用也还可以 它那时候在欧美 很少见的这种 透明的喷雾 就是喷润素比较无感的那种 稍微还是有一点油腻了 但是我是觉得 它至少不拔干嘛 然后防晒的力度也还可以 就是也是可以防EVB EVB 然后可以有那个 防水80分钟的这个效果 还可以 我在美国的话 如果买不到日系的 防晒喷雾的话 我还会回购这款的 这个是强生的一个body wash 然后它是那个蜜桃味的 非常的好闻 不好意思 也是有点湿 当时我是在 确认是也是搞活动的时候 好像20块钱买的 非常的便宜 有大罐 然后挺好用的 它里面可能是因为 有那个乳木果精华吧 所以它是那种 很绵密的泡沫 然后也不干 喜欢做很保湿 如果还是在看到特价 这么便宜 我肯定会回购的 然后是最后一个 就是这个舒服夹 是舒服夹吧 是这个洗手液 也还挺好用的吧 就是粉色的 它是也不干 但是清洁力度 也不是那么的强 就还可以 比较中规中矩的一款 就是很便宜 就很随便用用 那我们下次就再见啦 因为这次的空冰剂 说的不要赶 然后有些地方说的 不是特别好 希望大家见谅 下次再见啦 拜拜